所以我们今天来的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才住的这样的大房子 2023年1月 我走进了中东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阿联酋的沙家 这里保存了海湾国家人民的生活场景 如今形成了一副中东历史博物馆长廊的面貌 19世纪和20世纪 这个沙家是重要的产珍珠的地方 在1820年1830年 英国在沙家地区就有400艘财珍珠的船 于是它打造了一个跨越霍姆兹海峡 连接阿拉伯半岛以及波斯贸易的一颗大枢纽 现在就跟蓝船长我们一起到沙家之星去看一看 这个沙家之星它在线的是1822年左右 是差不多一百年前一两百年前的沙家 把大家看就是目前来到这个沙家 看到这个最贵的车 雪佛来的这个大黄蜂 在这个沙家这边我们看到这边有这种清真寺 非常小很小很明明 但是反而很童话 很多这些人他们就去脱了鞋进去做这个Namaz 也就是这个做礼拜 然后他们刚才邀请我说你也进来去做 心火的惊喜 t coração 就是它们沙家的一个市场 因为在那个突厥语里面 市场叫做Bajaxa 但是这些阿拉伯语里面 市场叫做Suk 这边对较Bajaxa其实呢 我们就到了当地是做Suk 来看有什么吃的 这边可能是有些干果 Badam 35 25元 这是这个无花果 无花果干粮那么它是穿成串的 这个好吗 这个好 其实挺实惠 我感觉很新鲜 就是20当地币 然后就是相当于 因为当地币乘以2 也就是差不多 35到38之间的 也就是40元人民币 新鲜 从颜色看就很好 我感觉 我以前吃的很多那种地帖的 杏干都有沙子 这个不但没沙子 而且光光亮亮的 果然有人说好吃 巴基斯坦 好吗 这是你的工作吗 在那边 马头工人 大家知道了 他们的马头工人在那边 扛船上沙袋的或者鱼的 阿联酋100上 有一个他们非常著名的笋 鹰笋 就是富人才玩的鸟 沙家历史上 它就是有很多飞地在这周围 所以说它跟很多国家 像伊朗阿曼 都是直接有关联的 沙家之星 它非常著名的 这么一个建筑 叫做纳布达大宅博物馆 是100年前 沙家非常有名的 一个珍珠商人 我们知道沙家 以前是产珍珠为主的 就是发现石油之前 同时它又从印度 运过来了24根的幼母圆柱 就是这些柱子 所以给整个纳布达大宅 增添了异域风格 沙家之星是一片陆续恢复的古一季组成 从市场 居民住宅 堡垒 尽力复原100年前沙家人的生活 这些人叫做比杜 然后这支部落 所以它们是可以持枪 在沙漠中打猎的 阿联酋 我们能看到很多妇女 脸上戴着一种面罩 这种面罩其实在英语里面 跟它罩袍一起 都叫做波尔卡 它有这个纯真 坚定 执着 和遵守红色的材质 是比较昂贵的 是从印度进口的 次质是金色的 再过来是绿色的 当然现在已经有 黄金打造的面罩了 雨屋是一处高科技艺术装置 在漫长的巡展后落户沙家 走在其中 雨水不会沾身 来创造一段属于自己的雨中曲 沙家伊斯兰文化博物馆的前身 是一个传统市场 如今纯金打造的屋顶 表达了对阿拉伯世界最璀璨文化的致敬 这些都是阿拉伯世界的一些科技 这是一个水时钟 随着这个水的重量慢慢的下沉 之后这个浮子就会上升 同时让这个轮子转动起来 所以说达到一个暴食的作用 障伴 这是在天房的大门前的 这障伴它是用这个纯金绣制的 并且有这个男性才能来绣这些障伴 上面呢印了很多古兰金 以及甚至可以印清真盐 但是每一年这个 帐篷上的这个花纹肯定是不一样的 沙家出了沙漠 这里也有海洋湖湖湿地 从市区开车半个多小时 就可以到达沙家的湿地 投入大自然的怀抱 乘坐缆车追逐那些沙漠原住民 现在来到这个沙家的湿地野生动物园 在动物园里面呢有很多这种鸟类啊 还有一些在这个沙家呢 它的原住民打引号的 火雷鸟的它这个腿很长 像跳芭蕾似的 所以说呢 火雷鸟呢 它的名字呢 被用到这个西班牙的一种舞蹈上 就弗拉明哥舞啊 这就是火鸟的意思啊 画眼线的小洋人 大家看一只画眼线的小洋人 从这边溜走了 阿尔贝特在阿拉伯语中是官邸的意思 这里的前身是四座古宅 原本属于本地显赫的阿玛迪法家族 这个家族分别在出版 政府和商业领域取得了巨大的创新成就 在文化知识和政治上 对沙家的历史产生了影响 在集合木酒店的设计下 赋予了老宅时尚的生机 这边沙家的这个大宅呢 都是用这个海底的一些珊瑚岩的所 做一些石头气的墙 那么这个海底的珊瑚岩分两种 一种是脑型和扇型 这个阿玛迪法家族呢 他们可以说以前呢 都是这个部落里面非常有名的 除了有钱之外呢 因为这周围呢 以前呢是出很多珍珠商人 所以珍珠商人他的贸易 毕竟呢有一战是印度 所以说他们很多木头的一些器具呢 包括这边的门柱子呢 都会从这个印度去引进 所以说这都是有钱人的路线呀 所以我们今天来的是个 这个非常有钱的人才住的这样的大房子啊 非常感谢这个沙家旅游局对我的邀请 非常感谢雷山长来我们沙家 你看我们今天吃的这个沙拉呀 还有这个鱼 因为为什么他们这边的鱼特别新鲜呀 因为我们这个酒店去第二队的 它就是在这个鱼市场 就咱们旁边那个刚才经过的海边 就是离那个阿朱贝尔菲尔菲尔市场很近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这个鱼每天都是新鲜打牢过来的 然后它是就是每到三点半在那个阿朱贝尔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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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女孩喜欢吃的 被我给抢来了 主要是颜值比较高 2023年一开年 我在沙家之心的历史中穿梭 感受波斯湾古文明之光 没有任何一种方式 可以让旅途中的学习 更让人记忆深刻 新年一开年 我走向了新的里程 开始了我新的冒险之旅 谢赫扎伊德清真寺 位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之一 净显奢华 我身后就是世界十大清真寺 排名第八的阿布扎比大清真寺 也就是谢赫扎伊德清真寺 谢赫扎伊德 他是为了纪念 阿联酋的第一位总统 谢赫扎伊德所建造的 但是他坟墓也在里面 谢赫扎伊德清真寺 他的总面积是2.2万平方米 上面有82个洋葱顶的屋顶 他的主屋顶85米高 而且周围镶嵌了4000根金色的柱子 他的顶都是金顶的月亮 大家知道吗 这个清真寺花了55亿美元 黄金用了46吨 地上有很多这种漂亮的彩绘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他们其实都是天津石 玛瑙玉石 整个外部这些 都是从希腊云来的汉白玉打造的 所以说这种纯洁程度 可见充满了地中海的风格 怪不得这么纯粹 然后在阳光之下 整个清真寺 泛着洁白 神圣 庄严 并且透明的光 所以说来到这真的是富丽堂皇 其实所有的材质 都是真材实料 哇 现在来到做礼拜的大厅了 这大厅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地毯 这个地毯是由1200名伊朗工人用了一年半的时间 花了38吨的纯羊毛把它打造出来的 哇 这地毯重达47吨 整个占地面积是5672平方米 用了580万美元 哇 这么奢华 最关键是 这个地毯可以创下记录了 因为这个地毯呢 找不到任何的这个拼接 其实是有拼接 但是他们做到了天衣无缝 殿堂里悬挂着7个世界上最大的 镀金黄铜水晶吊灯 是德国加工定做 价值千万美金 在世界上首屈一只 大家看那边那个墙壁上呢 有很多这个阿拉伯语啊 它呢是描写的是99个真主的美名啊 真主的美名有99个 什么是美名 就是夸赞它的什么圣洁的慈祥的 就这些好听的这些形容词 那么在正天后还有一个 就是一个讲坛啊 这讲坛呢是非常古老的这种讲坛方式 以前的阿红就是站在这个讲坛上宣讲啊 一些古兰经的内容 阿布扎比同样依靠着石油出圈 资助过迪拜哈利发塔的建成 同时也为世界青春寺建设留下了一个杰作 2023年1月 我走进了阿联酋阿布扎比 探访流失海外的国宝 青铜龙 这尊国宝目前被陈列在阿布扎比卢浮宫 嗨 大家好 现在雷探长呢来到了阿布扎比的卢浮宫 来寻找一件中国的国宝 这个阿布扎比卢浮宫呢 它呢是这个法国卢浮宫的 她的一个姐妹 这个新的卢浮宫的设计者呢是法国设计师呢 让努维尔 所以说我们这个国宝呢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就跟着我来一探究竟吧 来 现在雷探长呢已经买上票了 一张票是六十六十这个迪尔当地币 那么这个封面上呢其中有一张呢就是这个中国这个龙 据说在这个卢浮宫里面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都是这个中国的文物 那么就跟雷探长一起来寻宝吧 来 一进入这个大厅啊 雷探长看到这个墙上呢 他呢复刻了好多这个楔形文字 我们知道这个楔形文字呢是四大文明古国 两河流域 以前人们使用的啊 那个文字呢距今也应该有五六千年的历史啊 大家看啊 雷探长呢 现在呢 看到的是这个法国印象派的领导者 莫奈的珍纪啊 这是这个塞纳河的菲基斯港 哇 这个呢是这个法国印象派代表之一的雷诺安 他特别善于画这个贵族啊 的一些生活 他认识多温是贵妇啊 少女啊 阿布扎比卢浮宫的文物跨越七千年历史 容纳五大文明古国艺术品 阿布扎比每年支付1.5亿欧元 用于像巴黎卢浮宫等法国博物馆租用藏品 每一件藏品都是历史的沉淀 都有背后收藏的传奇故事 哇 此刻呢 联战长呢 终于找到了这个中国的青铜龙啊 这个青铜龙呢 现在可是这个阿布扎比卢浮宫的镇馆之宝 这个青铜龙呢 他重36斤啊 65厘米 这个青铜龙呢 是在这个1919年呢 当地农民呢 是在这个河北义县 燕夏都遗址呢 发现呢 后来呢 用了400大洋呢 就卖给了一个比利士人 后来呢 比利士人又把这个青铜龙呢 转转到了欧洲 然后这个青铜龙呢 从此呢 流逝海外 其实我们现在呢 看到的很多这些 好莱坞的一些电影呢 他们呢 上面用了很多这个龙的这个形象啊 包括这个好莱坞的一些剧院 但是在这个战国时期 2000多年前的龙呢 就赋予它两个翅膀 可见呢 跟这个西方文明呢 又不谋而合啊 这个西方的Dragon呢 就是长的这个翅膀的龙 所以说呢 很多西方人非常喜欢这种龙 两只的眼睛呢 炯炯有神 而且它这个鸟牙呢 也伸了出去 准备飞向天空 这种动态呢 也被叼得是栩栩无上 You know Chinese Dra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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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How are you? You know it's China China dragon This one Yes You know it's from China What do you think China culture Like this one Like this one Like this one Yeah big one You like China culture You like China culture Yeah of course China is good But you very handsome You're handsome You're handsome Ha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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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my friend It's very handsome I think it's very handsome Hanson Thank you very much 满足他的虚荣性 OK China Yes China Yes OK 本来我是来采访他喜不喜欢这个中国文化 结果呢 我夸了他一句Hanson 结果他来劲了 You know Chinese Dragon Dragon You know Chinese Movi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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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blem 好了 雷探长呢问了很多人啊 对中国文化是一问三不知 这是谁的问题呢 这个答案交给你们吧 大家看哦 就是那个中国的青铜龙呢 就在这个拉美西斯二世坐像的身后 可见呢 两个古国的文明呢 就是这样隔空对话着哦 这件青铜龙流逝海外一百年后 因为阿布扎比卢浮宫的开业 才重见天日 在中国的文化里 具有象征好运的鹿角和自由的翅膀 还有鳄鱼般的前驱和猫科动物的后驱 是非常健壮的形象 它的悠久生育 既得益于其美学成就 也归功于收藏家阿道夫斯多克莱的声望 在众多收藏品中 阿道夫本人对这件藏品也非常真实 可以想象 他曾在布鲁塞尔万国宫里 占据着荣耀的一席 现在国宝虽在海外 但星系华夏 新年见龙去病那福 祝愿中华儿女2023年 飞龙在天龙马精神